众所周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一句古代占星术中的用语,源自汉代的天文学和占星术,这句话直译为,五颗星星出现在东方天空,对中国有利,在古代中国,天象被视为吉凶祸福的预兆,特别是五大行星的运行,被认为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第三,当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时,被认为是一个极为吉利的天象,预示着国家将会有好运和胜利。 那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一,汉代之锦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尼亚遗址,位于丝绸之路的南道,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1995年,中日尼亚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此进行例行考古挖掘。 几个月来,团队成员们辛勤劳作,但并未有重大发现,就在考古队员们准备结束当年的挖掘工作时, 在一座古墓中,意外发现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织锦,这是一个两人合葬墓,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这块织锦。 织锦的文样,诡秘意韵神奇,成圆角长方形,长十八,五厘米,宽十二,五厘米,上面绣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转体汉字, 它不仅只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名文,还有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汉式典型图案, 即云气文,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文,方寸不大,内涵丰富。 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这八个字,源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是古代的詹词术语, 这句话的出现,不仅是对天文现象的记录, 也反映古代中国人,对天象的观察和理解, 以及对国家未来的祈愿和预测。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知谨地发现, 如同穿越时空的使者,将两千多年前的天文知识带到现代, 对此有一些变猜测, 这是不是古人,对现代的一种预言, 预示着中国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古代预言作为一种神秘, 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化现象, 自古以来,就在人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们不仅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和推测, 更是古人智慧和文化的体现, 所以,想要了解预言的意思, 就要结合时代背景。 二,预言的意义是什么? 在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 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变迁的解释, 往往寄托于神秘的力量, 预言作为一种超自然的解释, 为人们提供对未知的一种解读, 满足人类对未来掌控的渴望。 但这种古代人试图理解世界和未来的一种方式,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 是一种迷信, 所以不能用此观点来解释,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其次预言, 在历史上, 常被用作政治工具, 统治者利用预言,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或是通过预言, 来预示自己的合法性和天命, 例如中国古代的推背图和烧饼歌等, 都被认为含有对未来朝代更迭的暗示, 若是你认为这些预言是真的,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是统治者用来证明, 自己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亦或者说预言是古代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工具, 此外, 预言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也有其作用, 比如在灾难和不确定性时期, 预言能够给人们带来心理慰藉和希望, 它们能够减轻人们的恐惧和焦虑, 增强人们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亦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暗示手段, 结合上述的介绍不难看出来,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很显然是属于后两种墓地, 从时间上来看, 最早的中国, 一词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曾经在中国宝鸡陈仓区出土过一尊 源自西周初年的青铜器, 名为何尊? 这尊青铜器内部刻有名文集, 与其宅资中国, 大致意思就是要居住在天下之中的国家, 这是中国古代首次出现中国译词的记录, 但此处的中国仅指纯粹的地理中心, 而非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含义逐渐演变, 最初它指的是中原大地的中心地带, 汉族建立的国家控制的领土范围扩大, 各民族统治的土地都称为中华, 也称为中国, 上书作为中国的第一部, 官方历史史书最早将中国一词写入其中, 也就是说这里的中国, 很可能就是指汉朝,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句话呢? 考古专家继续对遗址进行挖掘, 终于找到了真相, 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究竟是什么意思? 经过多年的努力, 考古队在古墓中, 发现另一条织锦, 与护壁花纹材质一样, 虽然该织锦有一定的磨损, 但是上面的字体经过修复, 依然能够看清楚, 急讨南枪, 四一幅, 缠于降, 两段织锦上面的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讨南枪, 四一幅, 缠于降, 与天无极, 简单而言, 就是汉朝军队外出讨伐南枪, 对中国有利, 战争的结果就是四一幅, 缠于降, 大吉大利, 在结合上述预言的作用来看, 这一句话应当是给出征的士兵鼓励军心用的, 让他们在外边安心打仗, 毕竟上天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们必然会取得胜利, 而据汉书记载, 汉宣帝曾利用这一天文现象, 来鼓舞军队, 最后成功停定西腔的叛乱, 对维护边疆稳定和扩展汉朝的疆域产生重要影响, 话说汉宣帝流巡即位之初, 面临着外戚祸家的掌权和自身根基不稳的局面, 而西腔部落, 位于汉朝西部边疆, 是一个飘汉勇猛的民族, 长期以来, 与汉朝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 然而, 西腔部落仙灵等侧应匈奴频繁扰乱边疆, 多次北渡黄水, 侵占汉民地区, 引起汉朝的高度关注, 甚至于在元康三年, 西腔仙灵部落, 与其他部落酋长集会定立盟约, 计划共同侵扰汉地, 汉宣帝文之后, 询问赵冲国等将领如何对策。 赵冲国建议采取军事行动, 汉宣帝遂派遣赵冲国率军讨伐西腔, 以确保边疆安全, 临行军前就算了这一挂, 赵冲国率领的汉军与西腔部落进行多次交战, 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 汉军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大破西腔平定枪乱, 使得汉朝进一步扩展疆域, 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由此观之,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并不是一句跨越时空的预言, 而是汉朝对西腔的一次军事战争。 此战过后, 汉宣帝在金城蜀国安置祥枪, 也就是这一年西域都户设立, 对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那么根据天文学家的模型推演, 预测出下一次五星连珠的天文现象, 会发生于2040年, 也就是16年之后, 距离现在也不算太遥远。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的五星连珠, 并不会出现在东方, 而是会出现在西方, 因为五星连珠的时候, 中国正好是白天, 等到晚上可以观测的时候, 五星连珠, 其实早已经位于西方, 按照古代的星象之说, 这就叫五星出西方。 那么2040年, 没有五星出东方, 而是五星出西方, 将会怎么样呢? 史记中根据历代天官的总结, 有如下记载, 说, 五星分天之中, 基于东方, 中国力, 基于西方, 外国用兵者力, 史记讲得很直白, 如果发生用兵, 也就是发生战争, 当五星出现在东方, 对中国有力, 五星出于西方, 则对外国有力, 那, 说到这里, 很多人有点慌, 照这样说, 2040年, 咱们岂不是要很惨, 其实, 一点都不用担心, 首先, 星象和预言, 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 古代所有星象和吉凶预测的记载, 都不能证实其有效性, 比如五星出东方, 历史上有很多次五星出东方的记载, 但对应的都是中原王朝失败的结局, 也没见他立到了中国, 同样, 五星出西方的天文记载, 也并没有对中原王朝造成必然的损害, 所以, 无论五星出在哪里, 都合力不利中国并没有关系, 当然, 既然史记中说, 五星出西方力外国, 也可以当成一种居安思危的警示, 只有不断强大自我, 超越自我, 才是真正的吉祥之兆。